車停下來 車停下來 大陸鐵殼船越界捕撈 海巡人員不斷廣播要停船 受檢 對方完全不理 昨天我跟警告 你現在是拒檢 拒檢 警告多次 大陸漁船全速前進還蛇行 海巡人員頂著風浪 在後頭猛追 這時 蹦的一下大陸漁船 甩尾撞上巡防艦 被重達一百多噸的鐵殼船撞擊 船上一陣動蕩 人員差點摔倒 海巡人員想強勢登船 兩船再次發生碰撞 激起大片浪花 這艘大陸漁船 19號下午從福建的 翔之港出港 越界捕魚事實明確 船長船員全被帶回台中港 清查船長既有大陸船員 14人 漁獲三頓 均依法海拋 肥豆豬瘟持續肆虐 幸好船上並沒有發現豬肉 相關製品船員也沒有發燒 疫情豬瘟暫無擴散 就航行單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我們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